怎樣才算是最大黨呢? 是議席最多,還是黨員最多? 我明明因為年初的反高鐵 以至五區公投令我 enlightened 你可以不同意,那你就不 join 或者你不關心我們關心那個議題 那你就不要 join 在Facebook不要 add我們 譬如我們不會特地去踩別人 或者去做比較 無論你做得很好,100分也好 我50分也好,甚至我得10分也好 而且你香港的進步是由很少的累積 加起來起上去的 譬如你覺得你這部很小的 就踩倒它,那部又說是小的 結果從來都是… 沒有走過 逢星期六晚,9時半至11時 林宇陽,萬必,星洩醫生,馬草泥,劉翁 還有袁黎明和近文芝 和你一起打造妄想最大黨 好,現在相應了 第三節網上最大黨 星洩醫生和玉珍護士相應 剛才吳太太問,你真的是醫生來的? 我真的是醫生來的,樣子不像嗎? 我也是護士 我們可以拍檔開房間 我們先來七一的時候,看看有沒有用 其實我也會照樣帶一些醫療小隊 特別是應付胡椒噴霧、突發事件 那些工具都會帶定去 至少都告訴政府 即是時候洗的那些 對呀 因為其實很多人 事先你戴面罩、眼罩 安全一點 但這個只有一個講字,沒有人會展示 醫生換了罩的人說 這個罩就是 沒有人可以剝我的罩 就是紫荊盒的眼罩 人人都是紫荊盒 我們就找了大量的紫荊盒 到時如果七一的時候,大家適合用 就可以過來人網幫顧 如果你在香港買 幾十塊錢 你在香港市面買到三、四十塊錢 我又不是多國眼可以買 四十塊錢一個 上次某個A貨紫荊盒賣 他說要三十八元一個 那人網賣多少錢? CEO 其實沒有賣不賣的 隨緣 你戴一襯你的衣服 對呀 很襯 你OK 我覺得我戴有些少少拿 金色好些 但你要看一下這個 這個不同的 這個不同的 這個我製造了手工廠 是嗎? 另一邊 另一邊 這個是加了選民力量的貼紙 有一個刺青 面罩其實有什麼作用呢? 當然有些人說 怕被人認得 怕被老闆拍到 有些人去七一都怕 怕被老闆見到 尤其是公務員 好像做黑社會 公務員很害怕 有了這些面罩 幫幫你 那不是我來的 有什麼證據是我 有什麼事也不怕 像美夫那樣說 第七被告 當你是一個匿名的時候 你那個 怯就可能不太怯 當然如果 好像珍姐 他走一會 全香港認得他 就不用了 但有些 可以 保護多一點自己 但也有 其實面具 是有個力量的 如果你相信他 是嗎? 相信什麼? 他是誰 他是誰 不是 那些古代的 像圖騰 那些 崇拜 譬如像戴一隻 炮的面具 他就會炮上身 可以走得很快 應該是 紫荊盒 人人都是紫荊盒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戴了下去 你自己的思想 就會想著你是那樣東西 就是有一個正義 你說自我催眠也好 什麼也好 自我肯定 因為我們正確地說 我覺得遊行 每個人戴 其實有看頭 很好看 譬如像那次美夫 你們不是有戴嗎? 因為零零射射 有個戴七星盒 我就覺得 好聰明 到時候 大家可以過來人網 找我們 萬必搭配這個 shocking pink 那些女生都應該喜歡 紫荊盒 人人都是紫荊盒 但是要淡妝戴 淡妝戴 好啦 繼續 我們的 剛才說剃保 原來 吳太太也有些說 覺得剃保的樣子 真是後患無窮 是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 就想 剃保方案 他這個 就是 他說 頭頭第一個 譬如我 很淺色 看不到 不要緊 50 當第一個是50% 就是抽到 我們是第一位 跑到出來的 那個 我們當然高興 我們真的選到 然後呢 替補第二位45% 然後這個 走了之後 5% 變成這個 就 比較差 基本上 根本不是想算他 然後這一點 還有引申起上來 很多人可以排位 這個替補方案 我在立法會上 我也有說過 肩頭鶴 你引來很多犯罪 其實未必是對民主派不好的 昨晚談判說 對保王黨不好的 譬如現在可能 九西梁美芬是最危險的 哈哈哈哈 如果我排隊的話 沈鑑那麼多危險的 是不是 喂 我可以的 我是黑社會 有背景的嘛 我黑社會背景 我找個 阿朱上去 然後排隊 排到去 那時候 拼了 我排到去 我心術不正 那我可以 跟政府合作 因為現在政府 都不是市民選出來的 他那些事 他對每一件事 都不是想市民的事 那他可以 或者 搞一些方案出來 就去剝術市民 然後大家可以分的 可以在裡面分 好了 然後 這個下台 又是另一個版本 來做一件事 來搞一些機制 來害市民 那這樣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 因為 在一個 現在我們的特首 不是我們選的 所以他就 事無忌憚 去讓惡法實行 林鄭 那些高官都不是由我們 所可以 有什麼說話 如果我們是老闆 他做成這樣 是不是應該解僱他 你解僱了 你解僱了 但是不是 這個是特首 叫他做 其實我們怎樣 可以令特首下台 有沒有機制 我打算 7-1去叫 有沒有機制 沒有的 現在香港 沒有的 立法會議員 在不通過 財政預算案 或者重大法案 然後 解散 這個立法會 再重選 如果三分二都不通過 這個法案 那這個特首 必須下台 難一點 因為現在有功能做熱 就算我們有六成多的民意 是反對 其實現在不止 如果你說反對曾蔭權 這個特須政府 但我們都不能夠有任何方法 可以直接由選民的意願 令到他們下台 所以就說現在 他就是趁 還未可以我們有 一人一票去選 我們的特首的時候 他就利用這些時間 我覺得就是去 爲得就爲了 林鄭那時候說 他降八成 就是因為 他就說 因為是強拍那樣 他就因為樓宇失收 但是 在那個會議裏面內庭 被我們逼迫到 他的秘書 即是說 不是為了樓宇的 是為了方便地產商去 他秘書這樣說的 是啊 那倒是老實 真的很好 但是問題 到投票的時候 其實功能組別就不行 有些什麽實例 你不如說一下 這個呢 就是這個 就是市建的 這個市建都是林鄭的 這個為什麼拿出來呢 因為現在市建局 也是很大的問題 五間鋪位 兩個角樓 就只是賠償三百六十五 哇 在哪裏啊 在北河街 深水埗 哇 不是吧 市建局 是啊 所以呢 林鄭就做這個市建局出來 是不是 做這個市建局出來 就是不受規管的 然後呢 政府就給了一 幾個萬先 看一下 一百億他 那他就自己 叫他包底 你賺 賺也好 那他自己呢 就要 賺 為什麽這樣說呢 這個呢 有另一個店 也是 一千尺的店 就只賠三百七十一萬 一千尺加角樓 加角樓 就是賺三百七十一萬 這個又在哪裏 這個也是 北河街 就是深水埗 大閣嘴附近 是啊 大閣嘴附近 哇 有份去關心他 是嗎 是啊 是啊 我在立法會見到 你戴那個我蒙面 然後我想 為什麽這樣呢 剛才我在下面 接阿珍姐上來的時候 他都蒙著面 原來他有來 防沙塵 防廢氣 是啊 沒錯 這個又是拜政府 那個 不理環境的問題 大閣嘴附近 是女校服 是啊 所以他很是 這樣呢 他也是在剝削市民 那些惡法 但他表面就告訴人 有七年賠償 有什麽 即是說得很好 但實際上是沒有 有很多東西靠 那變成這個 林鄭在她的期限 已經做了事件局 這個和這個 八成強法 令到民生在居住 你以為林鄭認得你呢 我都有罵過她 我第一場就是罵她 罵到她不得了 罵到要被人推出來 是嗎 第一場 你知道你替你的朋友那一場 有沒有Youtube呢 不知道 你罵什麽會被人推出去 我罵她 你罵很粗口嗎 我不是罵她 很粗口也不至於推出去 夠了鐘我還要繼續罵 哦 那鐘收了你咪 還繼續不收口 是啊 厲害 因為老人家才可以 不是老人家 你這樣才可以 譬如我們那些反而會受制於自己的規限 形象 我又不可以弄自己太醜 那些 我也不是想弄自己醜 不過我覺得為了正義 我真的不相信她 下次來美夫幫幫手 又是對付林鄭 又是 平凡有去嗎 有去嗎 有去 想公園也有去 公園也有去嗎 有眼不識泰山 這個30號 你即是要認住這個頭 30號又再逼爆高院 是啊 7-1不夠多人 哦 即是6月30日 對 因為他們上訴 現在長達又上訴 第二次上訴 即是 以本商人 他一上訴 全部 那麼多的被告 又要再請假上庭 又要再請律師 我們所有support的人 又放下工作去法庭 蕭浩志 沒錯 即是我們的政府是偏幫地產爆權 所以即是變了 如果我們是容許現在這個替補機制的話 這樣在這個替補機制裏面 那些年稅 即是年份裏面 我們就真是不得停了 我們真是馬不平提 天天這樣做這些 即全職社運都不夠 現在 是啊 全職社運都不夠 他要不停拋一些惡法 拋一些沒有道理的例 你都不知關心得哪些 所以我就希望市民請你們 快點出來 多些人出來 因為現在 真的不是說 一個風平浪靜的時間 現在是一個水深火熱的時間 那你會不會悔心 每次都好像 有時失敗多於成功 成功上次 選管會算是我們成功的 其實應該是 慶功以壯我方士氣 那他真的沒有理由 所以他真的做不到 但其實這樣做不到 不過他可以強行做 因為 救票 對 而且他也說 我當下面那個就是 他都可以強行來 但是那個真的做不到 那會不會灰心呢 不會 那我做一步就是進了一步 雖然說是 不達到 一定要撤掉 但我又影響多些人 對 那又多些人去關注 對 最後有一次一定會成功 而這個成功 就是由過去 那麼久 累積以來 對 缺了一個都不可 對 我覺得是一個覺醒運動 就是叫醒一些正在睡覺的人 或者不關心事件的人 那你叫得一個 只有一個 叫多些人起床 真的難保有時候 我們都會睹眼睡 如果多些人醒了 當我們睹眼睡的時候 都可以叫醒我們 可以 所以我覺得 每一次都是成功 不要氣餒 今天我們其實 準備了一首歌送給大家 我們是順便送給你 這首歌 這首歌是醫生填詞的 一首惡搞的日本超人歌 這首歌 歌詞很有趣 因為醫生是調轉填的 他是讚美我們的香港政府 讚美我們的香港環境 就說香港幾好都有 我們何必出來七一遊行 即是說反話 大家聽一下 但聽到也是笑中有淚 你覺得 原來香港真的這麼好呢 這首歌叫什麼名字 I Love You Hong Kong 其實你不是反馬 我真的Love Hong Kong 所以我不想它變壞 所以我才要出來 強大祖國 無限關照 香港才得那麼煩 全球鋪太和眾高官 出色好大血 一天平平 嘻嘻嘻嘻嘻 好快就去到雜亂 再過二三條 I Love You Hong Kong 威抱強殺命 眼射男 不需要抱怯 留手衝擊 隨著寫東西 通通賴喬曬他 國際我 我叫國際 洗腦定要洗得頭 愛他就安全 I love you Hong Kong 投共衰甲 不是超錯 卿姐肯妥協 來界多了 請我一票 好說都不要了 試試帶加油 你無我 上半就報無質素 我愛多的朋友 I love you Hong Kong 流浪先髮 不是開玩笑 順盤幾大搖嵐 垃圾 山峰 成萬元呎 山架那不怕遠 負敬大學 迷送上網 山 負電信與風扇 處處是家城 I love you Hong Kong 有些網友說遊行唱 遊行唱太深刻 大家未必懂得唱 有人民力量朋友 印了做歌詞 到時會派 應該會唱的 應該有機會的話 而我不是說要帶個樂器 我會秘密練兵彈這支歌 這支歌不是星史醫生唱的 星史醫生填詞 亦不是力蘇唱的 力蘇放假 就是城市再論壇的交父 林子陽唱的 還有音樂也是他幫我做的 其實整支歌 我心想 在接下來的取替惡搞的樂法 如果一出的話 這支歌就會全部冷中 包括他擅自用別人的原創歌曲 包括日本漫畫 改編 另外畫面 各樣都是 MTV 有些人說 很簡單 顏色閃閃閃 其實這都是用回他最原本的《超人吉田》 那個特攝片的開放 所以要中招的話 他就全部全部中招了 其實我想問這個惡搞的刑事法 究竟是在審議中 未投票的應該 也要再上立法會 其實都已經果爾讀了 不過想著下個會期才會 九月開始才會 那時候又要做 是啊 沒錯 我們就完班人馬 反完網台那段事後 然後再反這個 網民很ready 除了這首歌之外 昨天還推出了一個網上遊戲 這個真是不玩不幸 是不是會show的 沒得show 要找朋友show那條link 因為大家如果不玩過 你就不能夠稱得上是人網的滑鼠戰士 沒有準備 應該會有網友會值得玩 是啊 是一個flash game 但我據聞 因為我一群年輕人都知道就玩 然後他們就說 你弄到我的電腦不動 我想他們的flash也挺有要求 但很值得玩 因為每一個霸權怪獸都有自己獨特的絕招 譬如嘉誠興有理事力長 另外最特別是我們也不輸 我們飾演超人 我們有三招絕招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有招招 招招招招招 一招招的怪獸就爆死了 就即死了 一招必殺 還有蕭生的嘲笑音波功 這個是這麼多個最厲害的 因為一辣死了 然後還有馬草黎翻生 是啊 因為是以他的 以他的真心經歷改編 加回你十五個單位 死亡邊緣可以翻生 力量大戰救了百元的嘉賓 這三個也是 所以無論是歌或是遊戲 其中一部分 希望大家多出來七一遊行 另外乘機宣傳一下 我們在七月巨獻 如果珍姐有時間可以來一起玩 7月23日 就是在柴灣Y中藝館 就是在柴灣地區站出來的玻璃館 然後我們就會有七百個座位 在晚上八點鐘 不過現在都賣了四百多 我們才賣了兩個半天 相當不錯 中藝館 在地鐵站出來就看到了 在柴灣地鐵站 就是大戰九嶽霸權 九嶽就是九大霸權 分別有地產霸權 法律霸權 官身霸權 傳媒 警察霸權 我們會在一個多媒體劇場演出 遲些應該透露一些花水 遲些應該會有袁黎明的造型出現 這個應該都很震撼 對 一個非常震撼的袁黎明造型 我們另一個主持 這個美女 那天也在這裏 那個女生 我們那天在前面 戴罩那個 戴罩那個 戴罩那個紫荊 A國紫荊 星期六早在立法內 三鞠躬的前面 三鞠躬的前面 那我想說一下 其實 鄉市派可能星期二都來一次包圍立法會 是啊 大包圍立法會 我熱切期待 星期二嗎 是啊 很期待 現在越講越縮 是嗎 本來我們一群都是縮縮 慢慢的 本來現在是 一人帶一百 一個旅遊車 兩個旅遊車 現在最多一千 人數都不是最重要 他們的論述和標語 要是找人做個大牌 跟他們在橙對台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你帶隊 不如 拆僭建 依法施政 我覺得都對 他們這麼喜歡 這些是他們最喜歡說的 那就給他 送給他 本來他們 之前說來七一遊行 是啊 現在好像說不來 免得跟我們的反對派一起走 我想你不是反對派嗎 你現在做反派 要跟這個 官逼問反 現在你 其實今個星期 都很多這些 其實關於選舉的收穩 例如立法會的選區 終於 馮華除了說 不會管這個網上電台之外 所以我們沒有管理 其實傳了很久 那個議席的分配 最終都出了爐 跟之前所傳的那個 都是一樣的 五個選區 沒有再劃分 本來以為 有人提議過 應該要重新劃個新界區 因為新界的人口實在 越來越多 就是佔比例 例如說一個 不是很合理的地方 就是 新界東、新界西 增加了二席之後 新界西加一席 八席加到九席 新界東加兩席 七席加到九席 但如果以人口比例計 兩個區的人口相差了18% 哇 都差很遠 是啊 本來應該 新界西加到十席 如果計算比例上 但他們有個上限 就是 不可以 超過九個 不可以超過九個 因為他們說 第十個那個 就得到很低的票數 所以都可以當初 但是就替補就替到進去 是啊 直接不知說什麼 二席不夠 又替補又不是叫做輸的 叫做第二次好的 所以有幾席都搏得過 特別的地方就是 以前是三十席 新西是八席 新東是七席 剛剛好 新界區是佔一半的 今次再加了五席之後 新的分佈就是 新界東西都是九席 加上十八席 已經佔了超過一半的選議席 所以新界其實 亦都是因為人口比例越來越重 所以他們佔的議席 已經超過了一半 是的 唯一就是九席 就不會有任何改變 仍然是保持五席 不過我覺得這個 很難說 香港都不是民主 其實他們怎麼玩都無所謂 嚴格來說 現在這種分法 其實都太古怪了 因為以前香港港龍新界 是一個三個很不同的地區概念 甚至是人民概念都很不同 大家記得以前打電話 要分五字三字 一二零字 你老一點 我們是零的 現在是一二的 原來你不要裝小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知道 阿珍知不知道有一二 以前打去大嶼山 還是打去新界 新界也是一二的 有五是香港 三是九龍 但是現在 其實香港港龍新界 這個所謂的人民概念 我覺得已經 都不是很存在 究竟 將軍澳是不是新界 還是它其實是九龍呢 因為將軍澳所有的人 他們出去活動的地方 都是觀塘 而且我問過人 他就說 消防 就是計 九龍 好像 如果政治 就計 新界 所以為什麼要將一些區 一個只有五席 一個去到九席 要分成這樣 我覺得 都不太妥 不過 以香港那種密守成規 以及其實人們都亂了龍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跟他說這些 這麼小的事情 就真的沒有必要 我們說一些大一點的事情 但是這個起碼是一個 都很重要的 關於選舉的消息 叫做定了 不過有一個 又是很我恥的說法 就是 香港的投票時間 即選舉那天 太長 想建議 好像台灣那樣 四點半就收票站 台灣好像是 四點半的 晚上十點八點就有結果了 純粹台灣是星期六選 另外就是 外國的例子 你知道外國有很多先禮 外國先禮 很多都是星期日 但是尤其是歐洲的星期日 真的經常不會上班 香港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 香港其實很多人星期日 是要上班 所以 你拿這個外國先禮 完全是不符合國情的 我覺得 還有一點 外國人是日後上班 晚上不用上班 但是香港就是 晚上四小時上班 所以你不把轉移時間 劃到很長的話 你沒辦法遷就那些要上班的 還有 有得你幾辛苦 他說那些人太辛苦 那四年才辛苦一次 都預料了 還有常常在OT 是啊 香港人就預料了 他們想令建制派千秋萬代 已經去到 無所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要巴士就可以 吃完午飯就在頭 其實如果沒那麼辛苦 我就建議 在選舉日那天就不准拉票 最好的 真的想沒那麼辛苦 不如向比利時學習吧 比利時已經連續一年 沒有政府的狀態 但當然是社會的正常運作 最後 我們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 見到我們已經七二了 過了七一 還有一次呼籲 大家七一要出來 無論白頭髮還是黑頭髮都出來 因為這件事是一個家的事 所以我們老少也應該出來 如果不是我們的家 就不能得到一個和平好的日子 香港人網在七一那天 會由兩點開始 全程直播 播到幾點 看看事情發生到幾點 CEO也給人民力量做一點呼籲 如果支持人民力量的朋友 想要人民力量的團隊 請穿人民力量的T-shirt 如果沒有的話 在懷園、銅鑼灣和天后 我們會有街站 你們可以購買我們的T-shirt 加入我們的團隊 就會勝出更加好 希望大家支持 我決定將T-shirt展成背心 好好好 因為太熱了 希望七一 我們在路上又會見到 珍姐和吳太 大家招呼和吳太 到時見 謝謝 拜拜 你這次人 告訴我們 你這次人 告訴我們 你這次人 我相信你這次人 我相信你這次人 愛莫大於心死 那就真是罪可悲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記著吧 來自你我的心記著吧 7月1日下週2點開始 香港人網展開大型七一遊行直播 維園、修盾、流動直播站 全程直擊遊行現場 七一動起來 人人都是紫荊行 香港人網敢講最好聽 在這個世界發生的靈異事件多不勝數 但我們身處不同地方 又怎麼可以第一時間掌握到世界各地的靈異資訊呢 有見及此 香港人網潘兆聰恐怖在線 現正發動全球華人恐怖在線彈告站 只要你的鬼神之說有敏感觸覺 又願意第一時間提供你所身處的地方 所發生任何的詭異個案 我們歡迎你成為全球華人恐怖在線地區代表 有興趣的朋友 請將你的姓名身處地方 電郵到admonton0202 at yahoo.com.hk 恐怖在線,勝出全球在線 我們需要你的報料支持 香港人網的故事 忠實聽眾何方 我是香港人網的忠實聽眾 由2008年立法會大選開始 我發現了有香港人網的存在 接著就做了聽眾 我最喜歡就是聽他的時事頻道 很多博學的主持人 用不同的角度分析時事 還將他們的人生經歷和聽眾分享 除此之外 他的音樂節目、生活節目、動漫遊世界 都是我最喜歡聽的節目 希望香港人網繼續不斷進步 為聽眾帶來更多不同的節目 香港人網六歲生日快樂 敢說最好聽 線緣 政府認可零灰位五萬元起 高雅實惠 永久性專業管理 追思會一條龍服務等 地址屯門青山村 熱線電話2121-0111 聽完節目有些我 大角追的靚煲王 正宗豬骨煲 新鮮首次肥牛 和優質新鮮山鳥 健康又好吃 還有波體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hk 訂位 本店已採用MBS系統 好看